大家好,我是重新卖几笔小安 就是刚刚呢,我刷手机刷到一条新闻 一个养殖户用挖土机埋了自己养殖场养了几万只小鸡 因为受疫情影响,里面的道路都已经被封了嘛 一些饲料和物质都没有办法运送进来 而且目前的活形市场也已经关闭了 如果现在不活埋小鸡,等到小鸡长大之后 势必教训的经济损失会更大 看了这个消息之后,我的感触还是蛮深的 受疫情影响,今年大部分的行业或多或少的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些行业呢,损失可以说惨重 包括一些餐饮娱乐,交通运输,电影行业,养殖行业,以及水果业 还有等一些实体行业都遭到了非常大的损失 包括一些餐饮呢,现在门店都已经关门了 然而租金啊,工人的一个工资啊,都要按月付 所以势必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啊 的确大部分的实体行业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冲击 势必就有一些行业呢,它会大火,会迅速的崛起 疫情过后呢,什么行业会大火啊,我就在这里谈一谈我的一些看法 那我认为第一个发展会比较好的行业就是自媒体行业 自媒体这个行业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找到自己的一个专长 你文章写得好,就可以写文章啊,发布到自媒体平台上 另外你也可以拍视频啊,包括现在很火的一些三农视频呢,还有Vlog啊 记录自己的生活,主要的好处呢,就是你是不受地理限制的 这一段时间就是经过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包括一些文章的,它的一个数据和一些视频的数据是相比以前是有上升的 而且这个投入的成本也不需要太多哈 如果就是有想尝试的,就是可以尝试一下 第二个我认为就是会大火的行业呢,是在线教育行业 包括一些网上教育,知识培训的课程,受这个异性影响 都不能在线下开课程,所以呢就会从这个线下转到线上 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学校它已经延迟了开课时间 学校的老师呢也是都进行了线上上课 这也是说未来这一个教育的它的一个趋势啊 可以说是线上与线下的一个结合 另外呢就是包括一些知识培训的课程 就比如说我们会想就是在业余时间又学习一些课程能够 丰富我们的一个业余生活或者是能够让我们学习一些技能啊 技能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赚钱或者是能够提升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品质 越多的人啊对这一个线上教育是有需求的 所以它这一个行业呢我认为是向上发展的 第三个行业呢我认为是新电商行业 就传统它的一个电商行业呢基本上是已经过了红利期成一个两极分块的状态 就是一些大的企业它的一个引力额是非常高的 而一些就是小型的一些电商企业啊就是活得非常的艰难 以前就是做一过电商的一些朋友啊就是感受会很深 现在就是比较火的呢就是网红带火直播带火 包括一些实体店啊它也开始从线下转到线上进行一个直播交易 还会发现就是线上的这个带货的一个交易额呢 一天的交易额就很可能会超过之前一个月的一个线下的一个交易额啊 包括这一次疫情其中一个网红捐款1.5个亿 当然啊它是做这个直播带货行业的一个佼佼者了 能在捐款这一个金额达到一个上亿的一个数啊 一般来说都是我国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企业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直播的一个网红它捐款的一个数 我能够和我国排名前内的一个大企业 捐款的一个数额相同 这个整个行业它的一个市场空间有多大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 就是自媒体行业 电商教育行业 新电商行业会大火啊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对于自媒体呢 这里就是谈谈我的看法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加入到了自媒体这一个行业当中 那它未来呢一个发展到淘汰那些粗资难兆的一些视频 势必会转而向就是优质视频 优质内容一个靠拢的趋势 大浪淘杀之后啊 所剩下的肯定是一些优质的内容 所以一些朋友呢 想就是进入自媒体这一个行业呢 需要的是内容做好 内容做优质 这是于小安的一个看法 你们就是认为未来什么行业会大火呢 也可以谈谈你们的看法